哈喽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半仙,我是召唤今天的秘义世界,今天伴们继续来玩生存的极致就像开挂 伴们上期,礼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川中的冰云 而且咱们还见识到巨大的冰云巨魔 咱们这一次先做做装备,然后去养点小兔子,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先把这边咱们给撸一撸,给它做一个围栏 像撸这个的话,我钻头给这呢 它居然是需要用铲子,奇怪不奇怪 撸掉撸掉,这是洞土,怪不得呢 撸这么大一个范围,这样看也差不多了 然后拿出来咱们的工作台,工作台搁这呢 话说它这边不是有现成的吗,算了 还是不要破坏村民的了 咱们有樱桃木 这给我变 给我变,变完之后 建筑里面,我看看 这个不行,这个要的东西太多了 哦,需要木料 木料,咱们得丢点东西啊 有没有箱子什么的 我这拿不下了,这丢了有点太可惜 我先找到一个村民家里面,放一放 这个没有 放我出去 对对对,我这哪里有了 在这边有 因为把这原始村民变成 和善村民,咱们需要相间兔肉 no,就是这个 东文花还有兔肉 东文花咱们可以去靠养殖 我先把这东西给放进去 放 你没放心 我只是往里面放东西 不是拿东西 千万不要捶我 ok 拿这个之后 啊 哎,这一下多了那么多 木料还是不够 点 要多少木料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没打到 打到小松鼠 看一看 这才能做三十二个 咱们就这样先给他圈一圈 嘿嘿嘿嘿嘿嘿 撸掉撸掉 通通撸掉 通通撸掉 走往这边来一点点 然后这里 搞一点点 前常用里面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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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 ok 建筑 我就知道我又拿不下了 这先丢了 围栏捡起来 然后在这放好 好 这小兔子跳跃能力蛮厉害的 到时候他会不会再跑掉啊 把这两个给放上 哦 我这一下挖了那么多啊 哎,我不玩了 我就这样 然后在这里给他放上 他他 然后再给他放上 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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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满了 我准备了两种策略 第一个就是咱们拿出来饲料 他如果能跟着咱们走 那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如果 不的话 那我这边 就准备 动用咱们的布兽车 咱们先试一试 别走 别走 哇塞 越不让他走 他跑越快 那好吧 不肉吃 闪亮登场 咕噜呢 喂 难道这后面咕噜坏了 哦 拿错了 到时候咱们还得去修一修呢 啥时候坏的 拿出来这个 我敲 这样看是有咕噜的 我梦圈了 我再换一个地方放一放 我这服了 我这捕兽吃 在这上面居然没有用 哎不过 这还抓到一只小兔子 这给整的啥事啊 咱们抓到了 是可以直接把它给送回家的 不过我想在这边直接去养起来 看看 刚刚我特地检查了一遍 这是有咕噜的 你看 前面 后面 可能是鸡血太深了吧 那把它给放下来 哎 他居然还能躲到这里面去啊 我还有我把这个给破坏掉 哦 你跑 你使劲跑 他有没有这种小兔子的蛋 例如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他又躲进去了 我研究 拿出来饲料试一试 咱们不能去拿工具 要不然会把它们给吓走的 就用这个 先把它们给引出来 这里面还有一只小兔子 我知道 你们别走啊 哇塞 我这窝都给盖好了 结果 我是一个都搞不了 浪费感情 哇塞 哇塞哇塞 完了 我补乳车找不到了 我这是不是传统的 陪了夫人又舍兵 我得赶快走 我得赶快走 这意外也太多了吧 他需要用到这个铲铲 我把这边 挖一挖 再搬怒来 松软的血 我这不是有车上面 黑科技蛮多的 你这一下锅搞没了 我到时候去捉其他的东西 那多不方便 看看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跑到这里来 身上 把BQ了 我先跳一跳 吓死我了 原来在这飘着呢 OKOKOK 小鲜鲜不受吃 这个回来了 把什么东西 再给往这里面丢一丢 没有 香肩兔肉 他们应该也不会喜欢吃的 我先把这丢进去 我太懒了 我得研研研究 这小兔子他喜欢吃什么 找到他们喜欢吃什么 就可以把他们给引过来了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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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真的是 挖第三尺啊 把这个拿出来 找一找吃的里面 道具材料 吃的 喝的 在这里面 他呢 我 雪兔 哦 杂草就可以吸引他们了 可是我现在去哪找杂草啊 有了 去一个草原 找杂草 一把杂草足以 走 冷却 那我就多撸一点 这个位置 我为什么要在这放一个点呢 难道这是咱们的老家 他 ok ok 差不多了 5 4 3 2 1 走人按的不屑 哦 你看这边有这么多 这都是我放水直接给浇出来的杂草 用水流 这就可以破坏了 往前面拉拉拉拉 找到雪山底部 然后拿着杂草 我先 兔子兔子 嘿 他怎么又跑了 都怪你 我说都怪你都怪你 冰灵精脆 咱们得慢慢走 好像急跑状态 会把兔子给吓走的 然后咱们就这样 对对对 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坏叔叔 看小地图 在这边好像是我给他圈起来的一个窝 我这给你准备好了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跑偏了 上来上来 这样你过不来啊 我帮你凿开 下来下来 我不能用急跑状态 我只能这样慢慢走 这样靠近他才不会害怕 我这手里面拿的没毛病啊 兔子兔子兔子 他可能刚刚静了一下 差一点咱们就功亏一篑啊 下来下来 给咱们两只咱们就可以发展出无限制 你吸不吸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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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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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往这儿来 对对对 直接往前走 我这服了 这边这么大的一个口你不走 下来下来 哎 漂亮 然后准备好 他 然后把 哎哎哎哎 还好他没有跑出去 漂亮 成功 被咱们给找到了一只 看这里面有没有藏着 这里面容易藏兔子 哦他又跑了 等他们跑完之后 然后咱们再去 拿着打草就可以吸引他了 过来吧你 跟着老半仙绝对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成为兔兔王国里面的皇后皇帝级别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哎你别掉这个坑里面 掉这坑里面你就跑不出去了 我一溜烟又全跑了 我一溜烟又全跑了 这时候跑不那么快呢 一会儿我得把他们先给封起来 不封起来 我就封了 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捉小兔子 问题不大 咱们得当一个合格的猎人 还在跑 啊我这服了 不受吃又又无聊 在这上面直接就给搁浅了 然后他没有跑那么快 先把这个小灰给吸引过来 我可不是什么坏叔叔 过来 对对对 这个还是比较听话的 咱们手里面不能拿任何工具 一拿工具就把他们给吓走了 胆子太小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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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工作看着挺简单 真的实施起来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往这来往这来往这来 先往后退 对再往前走 直接往前冲 冲 冲冲冲冲到这里 对 别动哈 先把这里给封起来 哇塞 他居然聪明到知道怎么找门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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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他能跳出去吗 哎好像跳不出去 哦 哦 这小兔子果然不一般 根本拦不住他 我还得再架一个更高的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得把这个多给往上面升一升 这个 30 建筑里面 不是这个啊 28个 得给搞一个双层呢 要不然他这直接又跑出去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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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加油加油 这搞一个让他进来就出不去的 哦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咱们在这边 可以给他罗高一些 罗高一些之后做一个台阶 这样他就出不去了 聪明 找到这个 他这个板子真不得用啊 随便用了一点点他就没了 有了 然后身上去整点方块 没有方块的话就整这个土 保准他有来无回 拿出来 拿出来 123 这样直接走过不去的 这里给他放上 这里再给他来一个 今天这两只小兔子我要定了 耶稣来了也留不住他 那么问题来了 兔子呢 哦 看看老半仙和这些小兔子 斗智斗勇 一定不能跑那么快 跑得快的话 跑得快的话 这兔子他就会 吓跑了 让咱们找不到小兔子 可以把那个灌木 给打开 里面说不 我就会藏着兔子 嘿嘿嘿 到时候我养出来一窝 咱们就有 有雪兔肉 还有雪兔毛 做装备 然后做吃的了 哈哈哈哈 下来容易 上去可就难了 我把这边给漏开 这个不对 像这都是属于杂草 只是上面有了这些冰霜 先让他跑一阵子 因为他现在有点害怕 哇塞 又藏起来了 我用这个 你别藏了好不好 哎呦喂 他没完没了了 我把这边的都给露光 我看你还藏到哪里去 就让他先跑 然后他走过去 不能用急跑状态 哦 终于可以了 江还是老的了 哦可这儿呢 差点跑偏了 可千万不要来一个狐狸啥的 上来给咱们吃了 那样咱们这不就亏大发了 哈 哈哈 OK 已经成功做了两只了 然后有塞料 那咱们今天就先玩这吧 真的相当不容易 那点关注 不迷路 半先往你洗脚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本来我这儿以为 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 就可以把这两个兔子 给搞过来 这想不到 这有那么多个曲子哈 嗯 嗯 嗯